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祝大家新年快乐 来欢迎今天四位来宾 首先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的教授蔡启勋教授 大家好我是蔡启勋 另外时事评论员王上之上之歌 何荣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林传媒董事长石维权施董 大家好新年恭喜 以及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 施孝伟 孝伟兄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安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 慕民黑的安全会议在2月16号到18号举行 图卡上面来看到这次会议的焦点 就是在场边会最引人关注的 就是美中两强的交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会议期间在场边举行了双边会谈 而在美中关系上 布林肯跟王毅都同意 美中药延续去年11月拜席会的成果 王毅则表示说 当前双方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让旧金山愿景成为现实 这话说得很实在 不过说归说 怎么做具体的做法 施总觉得 说归说 但是王毅讲布林肯一定要听 那布林肯到底会怎么做 当然还是打一个问号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接触非常频繁 最近一次的接触是在去年12月6号 我们从中方发布的新闻稿可以看得出来 那是王毅应约接了布林肯的电话 要谈什么呢 可以看到说王毅除了讲台湾问题 讲美中的差异之外 布林肯最在乎的一点是 目前哈马斯跟以色列的一个冲突 这样的一个讯息表示什么 美方有所求于中方 两边必须合作控管 控管一方面是控管内部的差异 这里面两国之间的差异 包括一些意识形态的争执 包括台湾问题等等 另外是要控管世界的一个局势 那目前看起来两方面最大的差异点 以台湾问题来讲 中方已经很明确要求 就是说你反对台独 但是你要有实质动作 甚至习近平已经讲出来 说你要有实质动作 支持中国的统一 所以这样的中方提出 这架码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这个是美国不管是基于国际限制 或是内部政治上面做不到的 我相信这个也是所谓的旧金山会谈之后 接下来双方面最大的一个起义 也是双方面会彼此交锋 接下来会彼此交锋的一个重点 但是实际上会达到成果 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次看到布林肯 其实他发言的篇幅 比起以往少了一点 在现场还听到王毅说 你怎么就说了这么一点 那当然美中双方最大的深水区 就是台湾问题 台海的问题在这部分 王毅是强调说 美方如果真的想要台海稳定 就应该要恪守 以前的中国原则 就一个中国原则 还有中美的三公报 还有把不支持台独做到实处 那布林肯则是向王毅重申说 美方维护台海和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其实双方又是在各自的把立场 强力的表达了一次 不过看看过去的记录 拜登已经多次的在公开场合 是表态不支持台独 特别有一天 就是在赖清德当选人 在当选的那一天 媒体有问他 拜登又再次的重申 第一句话就是讲说 美国不支持台独 那王毅这次要美方把 不支持台独说 要落到实处 所以话中有话 是希望美国至少要做到哪些事情 才算是落到实处 我想每次在中美关系 提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其实说的大概都是这些 但是我们得要注意 在这短短的半年之内 还是有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还是要回溯到 要记得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在拜席会的时候 在那一次 应该讲 石建平有特别提到了 在现在中美关系当中 台湾问题是最核心 最关键最首要 他很具体的把台湾问题 在中美关系当中 不再像过去像是一个 俄罗斯轮盘一样 在很多的问题当中轮转 而现在就是把台湾问题 放在最核心 当时言之早早 大家可能听之渺渺 但现在看起来 从11月之后 乃至到现在 特别是在赖清德选上之后 这些话还是都是老话 但意义跟状态 结构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什么叫做不支持台独 要落到实处 这很有意思 总之还能够生出一些特别的话语 那应该回过头来 我们调过头来看 什么都是让中国大陆会感觉 你是支持台独 仿佛有实处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所以虽然虽然没有在中国大陆官媒 并没有对于这个落到实处 这四个字有所论述 但我们很清楚知道 在过去一两年内 美国拜登政府当中 所有对于台湾关系 让北京很难受很跳脚的 首先当然是台美的官方互访 只要涉及到美国 特别是华府 不是众议员这些 华府的官员跟台湾的互访 这个东西就仿佛 你就不只有一个中国 你还有一个台湾的先宜 其次当然是两方的 台美的军事行动的合作 所以军事行动的合作 虽然很敏感在低调进行 但我们终究还是发现 像所有的美军 比如台湾海峡当中巡逸 它的概念也都不会表达 捍卫或巡防台湾 它还是是一个在亚太地区 特别太平洋地区的 总体性的概念 没有针对台湾 所以这一点在军事方面 我相信也是北京要的这个实处 另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不要有其他各方面面的 再拿台湾作为整个全球意识形态上当中的 抗中的标的 因为过去前几年 特别污兰战争的时候 总之都在讲台湾 然后用台湾来压制中国 那这个部分的氛围 我相信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个实处所在 无论如何都很像刚刚书中所想的 这次现在美国当中要的部分 是能够配合拜登的选情 而且台湾 美国不可能给台湾经贸 很多其他的关税优惠 不可能 想都不要想了 所以最终还是回到这些政治 跟军事面的实质 上次给我简单请教您 您刚刚提到说行政部门 那就不用想了 但国会部门 可是国会部门之前 也看到佩洛西来了之后 整个现状是被改变的 今年你觉得有可能吗 因为今年又有大选 美国的大选 但今年像是佩洛西的这种事情 还会在发生吗 我认为今年的可能性 会比较低一点 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现在台海当中的巨大的动荡 是失控型的动荡 这时候对于拜登的选情 其实一定是不好的 而且现在就从体来看 我从去年11月12月1月 你都每个月都有王毅 要跟谁见面 苏利文要跟布里面见面 每一次都在表达这一点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 除非新的赖金德民党政府 要特别去挑动那个东西 但我认为就目前我们看起来 赖金德政府自己本身 还有台湾自己内部政局的稳定性 应该还没有余力 来挑动中美台当中的民感神经 所以也就是说变数越少越好 那因为呢 接下来还有一场重要的电话会议 就是布林肯跟王毅 这次的会面 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呢 就是替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在春天即将要进行的电话会谈 预先来铺个电 那回顾今年美中一系列的接触 我们看到了1月12号 布林肯先是和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 进行了会晤 然后在1月26号27号呢 王毅又跟这个苏利文在曼谷 长谈了12小时 蔡老师觉得 美中高层现在看到积极的交流 您觉得能够让两国的关系 在今年是持续向好吗 还有就是美中真的各自了解到 彼此的需要吗 会满足对方的需要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想他们应该是 往好的一个方向去走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最关心的一个选举 就是所谓的台湾的选举 然后我们已经成来落定了 就是确定争取 再来的话就是美国的一个选举 那美国选举的话 现在看起来是所谓的 拜登对上川普 这个大概就是一定是他们两个 对 可是川普的话如果他当选 因为他现在当选的几率 好像要辣高了 反正他当选的话 对中国又会产生一个 叫做经贸战争 他又要所谓的关税又起来 反而对中国而言的话 拜登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选 既然他是一个比较好的 相对来说 对啊 因为我又跟你玩一个 所谓的经贸战争的话 他对他来讲杀伤力很大 那是案件很大 我们要知道 现在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 也不是很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最近突然发现 他们的一个债务 对上GDP的一个负债比 是307.5% 307.5 这让我吓了一跳 连日本很烂很烂 负债比258%的都更高 美国只有122% 所以对中国而言的话 应该是让拜登当选的话 我想他应该会比较好 所以他们认为了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不要再把事情搞那么早 OK 好 这一次我们拉回到 慕尼黑的安全会议来看 聚焦的议题单 是美中双方交手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俄乌战争 以哈冲突 还有红海这些地缘的冲突 那尤其呢 刚刚提到了 美国前总统川普 最近一番话 又让人不禁冒了一身冷汗 因为他说 他如果当选的话 未来有北约盟国 国防开支未达标准 简单的说 就是不交钱的国家 就不需要再保护了 他会鼓励俄罗斯 对这些没缴费的北约国家 为所欲为这番言论 当然引发了各国对于川普 可能是包括美国的质疑 当然拜登已经表态了 他说川普这样的说法 是愚蠢又可耻 纽约时报也分析说 川普的言论 足以伤害美国和盟友的关系 但是美国再也靠不住 这样的暗示 就会导致一些常年 是美国盟友的这些国家 转向其他的强权 所以北约 我们拉到北约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孝伟兄觉得 他们会如何的及早阴影 毕竟川普还是有可能当选 他会怎么及早阴影 跟准备好 要迎接这个可能的变数 好 其实对北约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也就是说其实在北约里面 美国虽然是北约的 一个会员国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 美国是会员 北约中可以算是 最重要的这个会员国 那如果今天 用这个川普的 这样一个态度 他本身的确是属于 一个内缩型的 这样一个战略内缩型的 这样一个美国总统 那对于北约来讲 好 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北约国家如何因应 那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你看到现在 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 德国不断地在提高 他的这个国防支出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 万一最坏的状况 未来这个在今年的11月 川普假如再度当选 我觉得从这个北约各国来说的话 大概从德法两国会先起一个 就是说增加他们对北约 这样一个负担的这样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就是说 今天俄罗斯如果真的看到了 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北约出现破口 那这个时候俄罗斯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会去尝试 是有可能的 再加上你看现在他在芬兰 还有拉脱维亚 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 周边的这样一个增兵的 这样一个作为 这其实对北约来说是一个警惧 所以北约未来 如果真的面对了川普 这个黑天河重新回来 那唯一的这个因应之道 就是由这些 那个北约中的这些大国 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大国 来增加国防支出 来强化北约应有的 这样一个集体安全协定 北约其实也蛮担忧川普 万一在今年当选 不过我继续请教您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极箭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再看到布林肯会亡议之前 最近台海也不是很安全跟稳定 那怎么说呢 解放军在年节还没有过完 大年初五的这一天 就大举出动了21架次 画面我们特别整理了 这样的一个资讯 21架次的战机 还有六艘各型军舰 对台湾进行了联合战备警循 创下总统大选过后 出动共击架次第二高的 军事恫吓行动 那这几天我们看到又发生了 在金门的海域 大陆快艇翻船就造成了凉死的事件 现在事件还在延烧当中 初五就组织战备警循大举动员 大陆方面可能的战法是什么呢 怎么解读战备警循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觉得要分两个部分来看 首先就是大陆开始在台海周边 进行战备警循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第一天发生了 那当然我们的国防部 从今年年初他们把美日的共军的动态 做了一个新的表述方式以后 大家其实是看不到那么清 实际看不到那么清楚的 大陆的基建的这样一个动态 特别是军机 其实说真的 即便以前没有盖牌的时候 他讲的也还是没有 只是一个概略性的示意 还没有那么清楚的 把共军的军机轨迹通通划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讲 那我们现在等于说是把原先的威胁 在一般民众的这个眼中 似乎感觉看不到 原先那么明显的这样一个威胁 但是你如果说 从这个共方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二月份到现在 其实整个在台海周边的天气 并不是那么理想 大家会说 为什么大年初五就出来 他们怎么那么勤劳 很大一个部分是 因为其实以军队来说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运作规则 就是你每一年或每一个月 它会有预定 也就是会有计划的这个作为 那因为前面二月整个月初 天气都不好 所以那等于在月中以后 突然天气好 那这个时候 从共军队的角度来讲 我也要赶快大家赶飞 要赶进度 它的战备警循 其实还是依照 就是它原先的这个计划 在例行的 在台湾周边进行一系列活动 像比如说我们在录影的当下 这个现在台湾外面四个点 就有中国大陆四艘军舰 在那边战卫兵 而且24小时不间断 这艘船 如果今天它出来的时间 够了要回去的 另外一艘船会到它那个位置 跟它那个进行 类似像防务交接 就卫兵交接之后 然后它才会走 其实陆方现在 并没有太多改变 在海上没有改变 那空中 我刚刚讲 就是因为天界关系 那其实 那当然你说像金门 这个状况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因为金门毕竟 它现在这个周边的这个水域 我们是 我方之前是提出一个 叫禁限制水域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 是在他人家领海机械里面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是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就是说 因为它 你明明 你的这个禁限制水域 是在人家的这个 那个 这个领海极限内 所以也就是说 这种东西 也就是 如果你两岸关系好 那OK 那那个陆方 它基本上来说 它可以好 就是做一些作为 然后去甚至于 对于远海的那个 渔民有比较多的约束 但是现在两岸关系不好 对它来说 它就好 那个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们要去补 就去补吧 如果那个造成了 这个一些实质上的损害 我就来毛起来 这个K台湾这个 这个政府的作为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变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拉回到台湾 今天来看 是国防部 最近他们提出了 发展不对称作战之 金石成销案的 一个书面报告 这报告内容 就宣示说 国军台海防卫 用兵理念 会增加 兼敌于城镇阵地 成为距离于彼岸 急敌于半渡 毁敌于水济滩头 兼敌于城镇的阵地 所以在画面上 我们看到这位苏子云 他是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 他就说明了 他说这个调整 是代表国军防卫构想 从传统的水平防卫圈 增加到垂直多领域的 总体防御 文字上是这样看 不过听起来 感觉上好像说 国军的防线往后退了 上次哥您觉得呢 虽然这个题目 是下文来讲是最好的 但容我这个 世金小名来讲 我觉得其实在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 拒敌 极敌 毁敌 兼敌 但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看 国防部每次在做相关的报告 他还是要有一些 这种文学的对称 但现在刚刚讲到 是不是防线后推这件事情 我觉得终究在这一点 因为自从在台湾的军方 确定也接受了不对称作战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军力 特别是海军空军 是遥遥领先我们的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对抗 而且不止人家 还有火箭军 航太技术 更不要说最近无人机 还有最新的AI的战争 这个都是中国大陆 是完全都同步在发展 而且目标在台湾当中 是完全不用抗拒 这样子的推理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就看到 国防部现在有好多的修正 刚刚在下尾评论当中 我们听到几个关键字 很尴尬 盖牌 稀释 大概基本上 我要说的部分 这其实是面对现实 确实台湾作为军力 你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来对抗 所以过去在整个 台湾的军力建制 乃至于台美的武器的购买当中 都从一个威吓的角度 那么威吓你说 对大陆真的能威吓吗 往往这个威吓 其实更多是安自己的心 我想在今年当中 大家现在更关注一点 主要来是 在戴金德选上之后 在整个从北京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台独执政 而台独执政 究竟要配置多少程度的军演 显示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当中的这个重视性 或是两岸当中的这种军事的威吓性 那这个里头 现在大家推论 所有很多军事专家也都认为 在接下来 特别在今年当中 台湾出现以经济围堕 为目的的军事演习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各国部分企业都在评价 但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部分 虽然防线后退 但你说民间真的是在意这一点吗 我想我们民间很多在讨论 我们看在论坛 都在讨论什么呢 在讨论包括台湾自己本身 有多少的民防能力 那你要多少的兵力 保护民进党的赖清德总统他们 以及在这个打战过去的台积电要不要防护 其实在民间当中 讨论与面对战争很多角度 人力物力断水断粮断电 怎么处理在一旦打仗 而在这里头国防都没有提 也就是现在国防报告所推出来的部分 还是在一个概念上 当然国防是努力在进行的 但是这个不对称的实质 跟中国大陆巨大的落差 而且这些报告都没有把美国跟日本 有没有可能支援我们放进去讲 所以这样子的报告当中 你说能安得了多少心 我觉得终究来说只是大家看的部分 一边叹息一边祈祷 这问题还是要务实的来看 所以在春节也看到说 解放军除了我们刚提到的午后以外 还有一波文攻 解放军第一次派战斗部队带枪上春晚表演 也让大家看了以后觉得 这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 舞台上面看到的是新式战机 坦克潜水艇 还有抢弹登陆 导弹骑射的这些影像画面 那么东部战区也拍了一个影片 把台湾的一首歌曲 非常经典的 爱拼才会赢 改成了回家才会赢 这个完全改编了以后 持续加强对台湾的宣传攻势 当然我们知道说文攻它凸显的 就是大陆方面统一的立场 以及加大力道 那不管是武统也好 合同也罢 其实就是终极统一 那怎么解读北京 它对内跟对外 透过这样的一个宣示 要凸显的意义 我觉得应该有三个一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的话 就是要安抚 失望的那种支持者 因为我们知道1月13日的结果 到所谓的春晚 大概一个月的左右 你那个失望的话 还是存在的 因为他们会想说 中国大陆做那么多的一个戒选 可是为什么看不到的一个效果 那支持人他怎么办 你要去安抚他 这是第一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 我们知道大金的总统 就是将来变成是总统 那在520就职的时候 他的演说稿还没有确定 他也是告诉 520之前可能事情 还有一件再一件 他就是希望你说 520讲的话 那个文稿里面 可能稍微比较温和一点点 不要那么多比较过度刺激的 那种资源会存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他第二个目的 那第三个目的的话 我们从春节的一个情况来 去做一个解释 基本上来讲 春节的时候 路客会到世界各地去爆买 买很多的东西 可是我们今年看不到了 那为什么看不到 可能就是他们去分析的 刚刚所说的 他们发现他们的负债比 是307%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不动产 不动产有点垮掉的那种感觉 那不动产 虽然不会把整个市场拉下去 因为他们是所谓 有点像国营的土地 不能够自由买卖 但是他会把整个经济 稍微拉垮一点点 所以他就是三个目的 安抚失望的人 第二个目的 给赖金泽总统 520的一个文稿 第三个就是安抚 他们爆买 已经失去爆买的经济力量 是 施董您呢 您觉得 我觉得对 春晚现在是一个 全国性的文艺项目 不像90年代之前 他只是一个央视台长的 一个项目而已 但是首先我们也不要太凸显 他的重要性 因为对 他可能会有国务院层级 或者是中央层级的一个审核 或者核批 但是整个制作 包括参与的名单的 这个选列等等 基本上还是在央视层级 就好像现在人民日报 跟新华社的一些新闻 或者一些字眼 有时候就只是社方说了算 就是这样 那无论如何 他的确是一个内部宣传的 因为全国联播有一定意义 对对 但是多少台湾人会看 我们不要讲说台湾人 我觉得中共要面对的 就是说同样一个节目 为什么在南部的一个省市 它的收看率 收视率不到10% 可是在东北三省 那可能就超过80% 所以即使作为一个宣传工具 台湾人看了就是不符合台湾的品味 说实在它的东西很精致 比起台湾过年的综艺节目 那真的是两个极端 可是为什么台湾的 你说台湾的胡瓜 为什么台湾民众会喜欢 这里面有台湾的文化 有台湾的元素 有台湾的一个趣味系 有那种自由发挥 无厘头的 它不需要精致 它成本很低 所以很多东西 从宣传的意义上来 中共的宣传单位必须看到 很多东西不是用钱 就可以砸出来的 很多政治意义 不是精致 就可以达到宣传效果 这比起台海局势 等一下我们要来关注的 现在恐怕更紧张的是 韩半岛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